大家好 以下是網路提供為大家介紹 克索斯K10 以及克索斯K12傳奇版 在Windows7或Windows8之下的設定安裝方法 在購買之後 會在光碟裡面或者是 提供的下載點裡面的下載 向K10 會有一個 設定檔 這個執行檔 我們可以按滑鼠右鍵 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在光碟裡面或者下載點裡面 我們就執行這個程式 允許不明的發行者 變更這部電腦 然後呢 這個時候會出現像這樣 我們就按N 然後再按一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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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按I 那這個時候呢 最後按F 那會出現一個註冊面板 我們不需要它註冊我們就按取消 好那等十秒之後呢 面板已經出現了 那如果你的面板不是像這樣子 是它灰色的字 不是實體的黑色字的話 那代表呢 那代表呢 你的這個 客廠是K10 或者K10 傳機板 並沒有被電腦所抓到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要重開機 或者呢 重插USB槽 最好用電腦後面的 不要用HUB 或者用電腦前面的USB槽都不好 不適合 那如果還是 重開機還是抓不到的話 那我們就要做一些設定 我們打開這個 控制台 那控制台裡面呢 會有一些選項 我們點選硬底和 音效 那這邊有一個 管理音訊裝置 那我們在這裡呢 在播放的地方呢 按滑鼠右鍵 要選用 預設的裝置為 K10 或是K12傳機板 我們按滑鼠右鍵 要來選它 或者呢 按入字 一樣 連選右鍵呢 連選K12 K10 為預設的裝置 或者 K12傳機板 為預設的裝置 那這樣子點選之後呢 這兩步點選之後呢 我們就把 K10 把它設為 預設的 播放 以及錄製的裝置 或者是 K12傳機板 設置為 我們的播放 以及錄製的 預設裝置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 面板基本上 應該是要可以抓到 也可以使用 如果還是不能使用的話 我們就要在 再進一步在 控制台的 硬體和音效的 這個 裝置管理員 這個部分 再做一次 設定 在這裡呢 我們一般會看到 像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展開它 展開它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呢 這邊有這個 AMD High Definition Audio Device 跟 High Definition Audio 裝置 或者像 HDMI 一些 這些呢 都是我們 舊有的 電腦的驅動程式 音效卡的驅動程式 我們一般呢 按滑鼠右鍵 然後把它停用 那停用之後 那代表這個裝置已經被停用 也就是說 這個都是舊的音效卡 那舊的音效卡的裝置 我們把它停用掉 那停用掉之後呢 我們這個 K10或K10傳奇版呢 才能夠順利的使用為 低優先的這個音效卡 舊的音效卡 我們就不用它了 暫時不用它 那其實在這裡有個 K12 K 或者K10 這個XOX K10 或XOX K2 X2 這個傳奇版 這個呢 就是它 系統 自己 自動幫我們安裝的驅動程式 它是自動幫我們抓取 安裝好的 好 那這樣子呢 設定完之後呢 一般來講呢 我們就可以順利的使用 那在這裡呢 我們看看 這邊有很多工作模式 有音樂模式 聊天模式 唱歌模式 閃避模式 現在我們是用聊天模式 所以麥克風並沒有回音 那這時候呢 音樂即使播放的話 網友也是聽不到音樂的聲音的 也就是說聊天模式呢 純粹只有麥克風是有效的 那如果在音樂模式呢 麥克風是失效的 然後 只有音樂是有效的 這是音樂模式 那如果是唱歌模式的話 我們點選它 我們會發現有回音 那代表呢 麥克風以及伴奏都是有效的 這一般我們在唱歌 最常使用的唱歌模式 那如果是閃避模式呢 跟唱歌模式很類似 只是你如果講話的時候呢 這個背景音樂呢 就會被閃避掉 就會被閃避掉 那這裡還有監聽靜音 監聽靜音就是你現在聽到的聲音呢 用耳機或喇叭聽到的聲音呢 它是沒有聲音的 那如果是錄音靜音的話 就是網友聽到是沒有聲音 或錄音錄下來是沒有聲音的 那麥克風靜音 那這邊呢 音樂靜音 那也就是說 像監聽聽音量的話 你調大或調小 是你自己Local這邊 聽到的聲音大小 但是呢 網友聽到的並不是這樣 網友聽到呢 是錄音音的音量 錄音音量是網友聽到的聲音 所以如果你把它關小 因為我們現在在錄音系 情況之下 你會覺得聲音就變小 所以網友聽到的聲音是錄音音量 你聽到的聲音是錄音音量 那音樂音量呢 就是我們伴奏 我們用KM Play 或Media Play 播的時候呢 音樂的音量 那效果種類呢 我們用唱歌模式 可以聽出來 一共有16階不同的效果 這個效果種類 這個已經跟傳奇版不一樣 它已經把它簡化成16個 這個不同的效果 那這邊有壓線等級 壓線等級就是麥克風 如果有爆音的情況 我們可以用壓線等級來控制它 那閃避門線呢 就是說如果你越小的話 來代表 我們用聊天模式好了 比較清楚 那如果是閃避門線 越小的話就是你輕輕講話 輕輕講話呢 伴奏就會被閃避掉 伴奏閃避 那如果你比較大的話 那就是要大聲一點 它才會閃避 那閃避速度呢 就是快跟慢 大跟小就是快跟慢 那閃避等級就是 閃避之後 多快回來 或多慢回來 如果你調大的話 就會比較晚一點 才會回復正常 那如果調小的話 就很快就回復正常了 那如果你要 在一般的使用時候 要找尋我們這個 K10或K10傳奇版的這個面板的話 在這裡 我們要點選這一個部分 這邊展開來 中間有這個綠色標誌這邊 這個才是我們這個 控制面板的位置在這邊 那這邊是oninstall用的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們簡單的說明 那詳細的使用辦法 來購買方式呢 還請大家參考 網路天空上的說明 謝謝各位